大家好 美国欧洲纪念扭转二战进程的诺曼底登陆 然而一场新的战争威胁笼罩世界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陆克文称 台海战争如果爆发将如二战一样改变世界 那么台海战争的风险有多高 今天我们就请来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诚先生来为我们做解读 姚诚先生你好 谢谢您上我们的节目 范菲好 观众大家好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看陆克文 他是最近在夏威夷檀香山发表这个演说的 他是一个他是说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的话会改变世界 另外一个他是预测 他说这个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也就是说习近平80岁之前 习近平要实现这一目标 那您怎么看他这样一个80岁之前这样一个预测 他前面这个预测讲台海战争爆发对世界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很有可能就是二次大战的开始 这个他这个预测是对的 那么具体说到这个习近平要等到80岁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我的观点是是2025到2027年这个场战争就得爆发 什么原因有几点 一个是这个2027年是中共二十一大 习近平要连任 他现在在党内军队和整个国家的压力很大 他是靠着这个中国梦是伟大复兴上台 包括连任的第三届再准备连任第四届 如果这个伟大复兴台湾问题解决不了 他没办法 他没有理由再去连任了 这个党内会给他难看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腾飞呢 正好遇上了2027年蒋盘军建军一百周年 这是一个 再一个原因呢就是 2028年估计赖清德还要连任 那么台湾这个民主制度的存在 对中共的政权就是一个讽刺 中共是肯定不会愿意让赖清德再连任的 那么2028年选举他肯定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吧 至少吧 老百姓吧 都是至少他都认可的时候 不可能接受中国这个一国两制 而且大部分人倾向于台独 他为什么不倾向台独 他如果大部分人不倾向台独 赖清德就选不上 赖清德就是台独 这个东西来拉选票的 这个是这个原因 更主要的呢 是中共打台湾他要找个窗口器 他这个窗口器呢 到2027年这个窗口器就 后面就没了 你想想看啊 到2027年欧欧战争就会结束了 中东也没事了 美国政局政坛也稳定了 总统已经上来了 这个 台海上争主要的就是抗中美两国 中国不是说打台湾 打台湾不是大问题 这个共产党力之後 演出了一些辩ہ法 这个共产党力来讲 有一个辩正法 这个 解决问题是解决他的主要矛盾 中 firm Rule 而且 那么中共是下定决心要在台海地区跟美国军一死战 把美国打退了以后 台湾问题 南沙问题 包括中国周边的问题 全部一用 就全部解决了 亚洲他就是老大了 这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再从中国的军事准备来看 他造那么多军舰 包括航空母舰 055大区 战略导弹核潜艇 攻击性核潜艇 他这些都是为了打台湾吗 他用得着这些 打台湾用得着这些东西吗 根本不需要 如果打台湾 美国问题解决不了 台湾打不了 如果把美国打退了以后 不仅仅台海 台湾问题解决了 南沙问题解决了 中国在 至少在西泰美沿地区就完成了 所以中共现在的主要假想敌 从训练组织 这个武器装备的整个的这个 准备情况 就是要跟美国决一死战的 不是要打台湾的 甚至他是以打台湾为 为借口 为诱饵 把美军引到台海来 因为美军在台海 不占优势 我的几天前我就讲过 美军希望在南海打 因为南海够大又够深 他的 他的这个 航空母舰战斗群 他能施展得开 他台海他进不来 所以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撑着 菲律宾在 南海闹事呢 中共为什么在南海一直忍着呢 对于打菲律宾都回他的 所上的八个岛礁 都不需要动军地的 海上 民兵 甚至包括海警部队就可以把这个小岛给占了 所以这个战略方向这个很多人引起了 误判 实际上中共准备在跟美国决一死战 美国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 从外交政治经济各方面 包括军事在全面对中国进行围堵 中共 能忍下这个戏吗 他能忍下美国这样堵住吗 堵到最后 他没有出路 因为 跟美国打仗是中国的现在的意思是 迟打不如早打 各种原因 2027年以后 中国的美国 稳定了 中国钱到2027就花得差不多了 他现在经济已经很崩溃了 他现在再拖两年 你知道他现在这个军费开始多少 他的几条航空母舰的这个这个费用都是天文数字 那么多的驱逐舰飞机那么投入到那么大 就每天的战备消耗就承受不起 他现在 经济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2027年如果习近平2027年不打 他2027年以后 就不存在打了 还要退到80 80岁呀 他退到80岁 他能连任到80岁 他要连任几戒 不可能的事情嘛 是 2027 您说 布克文这个讲话 有的是对的 但是时间评论 这个评论说 他 有点保守 对 我看到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包括美国的这个军方啊情报界啊智库 都是提到2027这样一个关键的年份啊 那您最近在一些其他的采访中提到说您 最近的得到一些这个相关您觉得很可靠的信息 就是包括中共对台作战对台作战的一些统筹部署啊包括他的这个作战计划可能分为 三步走啊等等 那这方面信息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分享一下 这一次他的这个 内心的总统讲话以后 中共组织了一个叫围岛演习 这个话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是围岛 不是演习 这个这个演习呢 这个围岛演习呢 他是比较参促上马的 他没有制定他的 演习计划 他在两天内就 就 兵力就到达了 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是我早就在2019年的时候 中共军委下达了一个 武统台湾的 研讨课题 那么这个研讨课题呢 先是在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 进行研讨 然后到五大军种的战略研究部 五大军种的指挥学院的战略研究部研讨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 大部分 认为 不能打台湾 但习近平要坚持 后来呢就是 为了验证这个计划呢 后来在那个东部战区搞了一个 国外叫兵器退营 国外叫兵器退营 中国军方的 惯用词叫 涂善作业退营 退营就是把这个 实践一下从理论上 先实践一下 这个 计划行不行因为 老大讲嘛 打不了也要打嘛 那么你们听过没有啊他在打不赢也要打 对吧 那么这个研讨 研讨完了以后呢 这个按照惯例来说 涂善作业退营以后要带动士兵 所以2019年就是 这个涂善作业退营以后就组成一次 谭山港在谭山港组的一次登陆与反登陆演习 所以他这个作战计划基本上制定的是 打两头 台北 高雄 谭山港和他的 他的很多方面和那个台湾的那个淡水港 差不多 他是准备在淡水港登陆 他打两头的就是 台北以后 那么 他就建立他的这个 中共的 所谓的什么台湾省政府了 然后搞一些什么 他们惯用的一些操作了 那么 打高雄嘛当然是的因为高雄恶守住 恶制住了巴斯海峡 面对着菲律宾呢这个战略位置很重要其他地方他不太不太愿意打 但是这一次隐习的计划我刚才讲了一个是 没有制定的那些计划 他用的是2019年的作战预案 作战预案 台海作战的作战预案 他的根本核心就是 合同作战 合同作战的第1个指标 就是准时到达 这个 不懂军事的人甚至没在这个高级机关 作战部门干过的人 不懂这个东西 这个合同作战的准时到达 就是 各军兵种 协调的 根本 哦 你比如说你舰艇到了 航空兵没到 这个完就完蛋了 你舰艇到了以后没有空中以后 舰艇就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 你航空兵到了舰艇没有到 那么你航空兵在流空时间 不可能很长 他最多 多个十分二十分钟一半个小时 嗯 你只得往回飞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失误 但是中共这一次 没有制定计划就把 如同台湾的作战预案的准时到达 拿出来先念了一把 第2个特点我们从第2个特点看 他对2019年的作战预案进行了修整 这一次的五个点 对 大家注意看 重点在三个点 一个点就是在 这个基农 台湾的北部 一个点 在这个 台湾的这个花莲 花莲靠得很近 对 第三个点 靠近这个高雄 高雄附近有一个左营港 是台湾 国军最大的这个 海军基地 他为什么靠近这几个基地呢 尤其是花莲基地和这个 基隆 基隆那块 基隆下面有一个地方台湾有个地方叫 宜南 宜南有一个地方就是叫 苏澳港 苏澳港 台湾 海军 最漂亮的 优质的 军港 因为台湾的东部全是 悬崖借壁 就是在伊南 在 花莲这块 有一些平原可以登陆 因为我前面讲中共是打台湾是一个幌子 当然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个 19年的这个作战预案啊 作战预案呢是他主要是 先封锁 封锁以后 不断的缩小 高包围圈 封锁不是目的 封锁是手段 封锁是为了 逐渐的缩小他的包围圈 逐渐的缩小包围圈也是手段 最终的目的 是逼着台湾军队先开第一炮 造成磨擦 你看看他现在的隐形 48海里 是 24海里 台湾的军队现在新的一个国防部长也上来来说 因为一个老国防部长说 他鉴定这个 第一枪是你进入我的领海 你就等于你先打第一枪 那么我开炮 打你我是打第二枪 这个不算数 中共要等到的是炮神 他情愿让一架飞机给你打掉 让一个舰艇给你打掉 他要对国内进行宣传 他要占领道德级高点 你看看台湾开第一炮了 我不打不行 没办法 然后对全世界来说 台湾先开始炮 那么一开炮以后中共就有忌口 用外科和手势式的打击 对台湾的军事设施进行 压制 这是第二步是吗 第二步就是炮战 炮战以后基本上把台湾的可以 对空对海的防御的力量基本上的打掉 这时候才会有登陆 登陆才会第三阶段 那么中共现在准备 基本上登陆的部队是50万人 四个集团军加上这个海军陆战队 加上空军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空舰军 六个空舰军 那么50万是吧 30万比如说30万打 打台北没有问题肯定打下来 因为台湾没有防控的力了 没有 没没办法了 我现在只是指的是 美国没有介入的情况下 那么占领了 那么高雄占领了 作为这个台海 对面的这些那个 这些小地方呢 不在话下 两头占领的建立了桥头争计 桥头堡以后 几十万大军上了台湾岛以后 尤其是高雄港和淡水港 占领了以后 重型武器上来以后 那就 那就那就 基本上就是登陆是成功了 但是呢这里面呢 中共其实它最忌讳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美日的反登陆 因为美国在美国把重型兵器基本上 车到了第2岛连 但是它在第1岛连组织了若干个 冰海战斗团 就是海军陆战队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一个军种啊 它是独立的它独立于海军之外的一个军种啊 美国在海外进行作战的基本上都是海军陆战队呀 包括在中东啊 很强大 另外大家还看到两年前开始 日本 组织了两次还是三次 陆上自卫队 14万人参加的 登陆反登陆隐系 它在这个 靠近台湾的这个 几个岛上面都部署了这个 陆军 那么就是讲 为什么中共这一次的把这个隐系部署在 花莲 基隆 这两块 因为台湾海峡这块美日军队不可能登陆 因为中国的暗示平均太强了那你伤亡太大 那只有在台湾的东面的 伊南和花莲登陆 所以这一次 他们引念的一个项目就是19年的 反登陆作战计划叫拒止作战 也可以称为这个 也可以称为这个 反介入作战 他是把这个 这个外海 站住 他通过他的潜艇 军舰 飞机 和在这个地方 与美日空军进行空战 抢夺制空军和制海军 你陆军根本就上不来 那么因为在研讨计划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这个19年这个 登台作战的那个研讨计划呢 这个当时我是得到了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我也不说了 也是一个你们法轮功的朋友 给我的 这个不讲他名字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那个 那时候那个作战计划里面没有 没有这个 花莲 花莲和这个 就靠个这么近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一次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一次没有制定作战计划 循迹计划 这一次完完全全把那个 一定的作战计划给搬出来用的 他来不及制定作战计划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对台作战 台湾 不是主要的 假想定 台湾和 中 解放军 力量悬出太大 没办法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和陆克文说的其他一些话是吻合的 因为他是 他也说 他说这个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军事演习的模式 他说如果我们忽视他释放出的这个清晰的军事信号 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而且他说中国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对美国威慑力量的看法 美国方面也说说中共的这一次军演让他们了解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实际上呢 我想这些 说法其实都是在 表示说中共这次的军演的目的不单纯 很可能是一种对台作战的预言 是吧 就完完全全就是19年的 制定的 武统台湾的作战预案 这叫作战预案 作战预案和作战计划两回事 作战计划是要设施的 作战预案是一种预想 是一种 预想因为 你作战计划 你今年计定的作战计划 你并不适合于明年的作战要求 但是我们一个作战预案的话 把大框架定下来我们不当地去修改 到战时再把它变成一个作战计划 作战预案大部分停留在战略和战役层次 那么作战计划就是战役和战术层次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陆克文呢我对他也了解一点 他好像还会讲中文 他是澳大利亚人是吧那个中文讲的 非常好 他应该他对中国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台海这个作战呢我们多看一些 军方人的意见 美国军方人的意见 我基本上赞同 嗯 他们 很了解 你不是一个军人出身 你要是什么经济学家或者什么社会学家你谈这个问题 你谈得很空洞 嗯 所以说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就是 军方他天天研究军事嘛 那个陆克文他中不通啊 是 是 他最近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最近的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他不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上 说狠话吗什么谁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啊必将粉身碎骨啊等等啊 就是作为一个国防部长去说这样的话你让人家觉得这个战争 就是已经迫在眉睫了啊 但是像您刚才说的中共其实主要的对手 就是台湾只是其中一个吧那美日 是他主要的对手 那他 这样的一个就是积极的向前去推进 他真的不不害怕美日同盟吗 我们讲一点核心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一个 中共 就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有一个观点 就辩证维吾主义 什么事情是要解决他的 主要矛盾 美国 我们就讲实话 美国是通想通过台湾来 牵制 压制中国 没错 中共实际上也是 他是通过对台湾的压力来把美国引出来 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 那么董军这次在这讲话呢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现在中国的国防部长 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是军方的这个 外事机构 他没有他不抓军权 他是外事机构 对外交往 对外发言 当然他有国防部有这个发言人但是他是他是老大了 国防部他是最权威的 部长嘛 他讲的话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军委 包括 这个我认为这个讲话逐字逐句的习近平就看过 他不敢随便讲 不是他个人想发挥的 这个代表着中共的这个 真正的意图 第二个国防部长呢 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务院 因为他是国务委员 他又是军委委员他又是国务委员 那么国务院这一块他负责什么呢 战争动员和征兵 哦 所以这次讲话里面他又他贯彻到他的工作性质 董军的这次讲话 很大的成分上 是对国内老百姓讲 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战争动员 打台湾这么大个系统工程这么大规模的作战 尤其是在党内军内包括老百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他需要统一思想 像这么大规模的作战 按道理来说 肯定要进行战争动员 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洗脑 但是这次没有进行专门的动员 你看看中国这个 哪一次大战役 包括小战役他要进行战争动员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都说 打一次小规模的这个作战都要写什么 写记者啊写新书啊 对吧 那么董军这一次讲话呢 你在讲这个 所谓的抗美援朝时候 我们都知道 喊出口号就是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实际上美国人也没打到中国来 保什么家卫什么国 保那个小金三胖 韩战的时候也有 不是那个对越作战的时候 自卫反击 自卫反击人家越南也没打你 人家越南打的是柬埔寨 他要装老大他要惩罚这个 然后自卫反击 那么这次没有专门的进行战争动员 实际上 董军的讲话 是他的本行 因为他是国务委员 他负责战争动员和政兵 这个机构已经是在总参 军务部 把他军改以后把他撤过来就 交给国防部 所以 董军 讲了这个话 大家看的是 当然他有一些成分是对这个台湾啦美国进行 军事危险 这个也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但是主要的还是 被内说 那通常人这说好就是说什么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如果他真的要准备在战争上准备对台湾做些什么的话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些什么迹象呢 比如说粮食也好啊武器也好啊什么东西的 人员的这种调配啊你有看到一些什么迹象吗在中国国内 你们就是 往往被这些现象迷惑 我刚才讲的这个对台作战是 三个阶段 战争它都是分阶段 你比如说进攻阶段 相持阶段 反攻阶段或者是 守卫阶段 它分阶段的 台海作战分三个阶段 大的东西分三个阶段 小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第1个阶段就是我刚才讲的封锁 封锁它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他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航空命部队 他轮番的到这边来轮战 他都号称是把部队都拉过来断链断链到台海来转一圈 是 啊 舰艇过来转一圈 他也他也不是打仗 他就是 他不需要准备的嘛 本来飞机舰艇训练他都要 都要展开的嘛他就当做训练嘛 这是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对台湾的这个 叫外科手势式的打击他早就准备好了 他有1200枚短程导弹 就是火箭军的 东风式列导弹 啊 包括也是老旧的 东风10 东风11 还有东风15 他们准备把全部打掉1200枚 他还有上万枚的巡航导弹 英机系列的 这个船舰系列的 循环导弹 他不是那个 火箭军那个 弹道导弹 嗯 啊 另外他 当面 四个集团军有48个远火营 远程火箭 他可以打到台湾岛 另外他还有两个又成立了两个 远火旅 远火第一旅现在在 江苏徐州 远火第二旅 在汇州 他都准备好了 他弹药各方面他都准备到位了 所以说第2个阶段他也不存在问题 包括的航空兵的补充打击 他都到位了 至于讲到第3个阶段 就是登陆阶段 我前面讲了 这个 中共的目的 主要目的 他不是 不是要登陆台湾 喂 你听到吗 是要跟美国打 听到 听到 您讲 所以第3个阶段 登陆阶段他暂时不登陆 你刚才讲的一点也很很很对 要物资 要渡海的载居 没有 中共没有 中共2016年的时候军改方案拿出来以后 海军陆战队要成立20个旅 现在就8个旅 从现在看来 隐习也好 干什么也好 陆军没有登 什么滚转船也没有征击 包括他的登陆舰也不够 他实际上不想 对于登陆作战 他目前还不是基于要登陆作战 他目前还不是基于要登陆作战 他只有反介入作战 把美国打败 把美国打败以后他才会登陆 不然他登不了落 在一个登陆 美国 不介入以后 中共登陆台湾 轻而易举 所以这一场台海作战 不是持久战 他分阶段的 第1个阶段和第2个阶段可能联系的比较紧密 也就是说两三年之间就要干 他真正的想登陆的话 条件不承受 他不会登陆 就是前两天拜登 他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的时候 他就又一次说 他这已经是第五次表态了 他说不排除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可能性 我感觉 可能是军方跟他说什么的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 从他的话中 感觉说 美国觉得你可能 真的是要做这个事情 那我现在就是 已经要明确化了 清晰化了 我也不能再模糊了 我就告诉你 我会武力保护台湾 可是那您觉得现在美台的这样的一个应对 够不够呢 这个拜登这个讲话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个中共确实 要准备对台湾动 你包括这个董军这个 粉身碎骨 也是花钱的很到位了 从军事准备上也到位了 我刚才分析的就是 穿口机啊 这是 战争条件 这些战争条件必须要有符合 战争规律的 他不是一个小的一个决步性的冲突 他是一个全面战争 他全面战争里面要讲 至少要讲那个 天时地利人和 各方面的准备不能有一点漏洞 就是说拜登总统已经看到了中共 需要对他动手了 不再没急 那么拜登总统讲话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也是对中共警告 警告 你对台湾动手 我就要派兵 实际上这句话呢 在中共来说呢 已经不把它当回事了 因为中共现在基本上认为 你肯定会 我们 我们老早就讲 中共 在老百姓里面宣传的就是 美帝国主义是吃老虎 那么在军队现在我跟军队的 大家在聊这个东西以后 普遍还是这个认为 美军到台海来 有来无回 深邃骨 这个他们 这个有道理 中共现在的这个 军事力量尤其在 台海这区 它是占有优势 美军的航母都不敢靠近 肯定不会靠近 美军军事介入 我相信美军会军事介入 但是我相信美军不可能派兵 来打 我刚才讲中共 登陆台湾 他不会急着登陆 条件不承受他不会登陆 但是我 我后面又讲 美日联军可能反登陆 从伊南和这个 花莲 可能性更小 你如果台湾岛上有三十万五十万 陆军的话 解放军的话 美国的陆军上来 划不来 中共强的是什么东西呢 陆军 陆军是绝对不会跟陆军打 党多级战队 损失太大 所以这个登陆也是 所以拜登这个讲话里面 60% 70%是一种威胁 真正能做到的 30% 4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提前派一些这个 就是叫什么 您刚才说的那个 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或者是一些他他就说特殊的成员 他说我我现在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我这些要在台湾要在那边待一段时间 他就提前派一些 人在那边呢 已经到位了 对 他们是不是培训对吧 人不多 但是他也可以 他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都到位了 你比如说他在菲律宾部署了这个中程导弹 我是指在台湾 他不许 我刚才讲他不要登陆台湾作战 他登陆到台湾岛上作战这是一个下策 这个海岛作战 最忌讳的是占领这个岛 中共占领了台湾 不代表他能统治台湾 不代表他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当然台湾岛是一个大的岛 我们拿个小岛来比喻 你比如说太平岛 你比如说这个东沙岛 谁会去占领的 你占领上以后你四周都是海 现在的远程打击 火力那么猛 你不找死吗 你中共 占领了台湾岛 美国人不需要占领台湾 美国只要是需要把台湾的 特别台湾海峡的制空拳和制海拳支出 你的后续兵力上海 如果对你进行打击 你 白着挨打 所以海岛作战 一功难守 实际上这句话 在中共来说也对的 登陆台湾容易 不难 不是像那个什么 罗曼迪 跟罗曼迪差远了 现在的战术手段太多了 对吧 就是登陆容易 不早容易守 你共 你30万50万你也守不住道 你白挨打 你打了以后没地方跑 你比如说 有一个明显的战力嘛 就是 那这个 4年的时候 就韩战之前的嘛 零头战役嘛 士兵团9000人到了金门岛嘛 然后正好老天不帮他们 老天有眼了 海上起大屋啊 挂大风啊 后续兵力上不来啊 岛上的 9000人 全部 1000多人被打死了 7000多人 就著名的 古零头战役嘛 其实是这个 这个指挥是台湾的一个将军 胡连指挥的嘛 是 所以 也不要 也不要看着 哎呀 共产党统治了 上了岛了 上了岛没有用 为什么他们也很清楚 上了岛以后 台湾人不服你 不会投降的 不服管的 中共就会产生 统治危机啊 被一个 重大的包袱啊 第二个就是 你是一个岛啊 如果说美军和日军到中国大陆去打仗 他有迂回的余地啊 台湾 没有迂回之地 台湾那个 南北有一条这个中央脉 堵起来的 东部你根本就跑不出去 东部因为 就是日本的 对吧 美军之间的 台湾 往那边跑 那边的制海拳和制海拳 制空拳一封 也没人跑 所以中共打台湾也是在假的 也是在引诱美国人的过来过来干一家 我把你打趴了我就全部解放了 我不把你打趴了以后你把我堵死了 你看看中共现在给美国人 堵成什么样子 他还有活动吗 经济上外交上 任何方面 包括什么科技上面军事上面 他现在 还有活动吗 所以这也是逼着中共 要动手 不动手他也没活动 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挺复杂的 像您分析的方方面面 所以陆克文说 如果这个事情一旦发生 他真的是改变世界格局 不管是 中国 中美之间 或者是 日本啊或者台湾 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无论是 就是有多大的这种伤亡也好 还是 封锁啊什么也好 就真的这个事情 会改变世界的格局 那我觉得美台日 包括美国现在好像意图在印太建 这种印太北约 那这些方方面面的这种组合 都会提升 那最后到底情况会什么样啊 我觉得真的是 可能全世界都在关注 台海作战 它的规模远远 超过 俄乌的战争 俄乌战争 西方国家就是认为 俄罗斯对欧洲有威胁 那么 中共在台湾打起来以后 要知道 中美之间 打仗 包括 还有 董军也说了 美国在 印太地区组成小北约 把台湾都包括进去了 你比如说日本有事 韩国有事 包括台湾 美国都要协助 对吧 有个亚太小北约嘛 印太小北约 那么台湾这个事情 一打起来以后 中共的 优势在哪里啊 他不会跟美国打点对点作战 他会在西太北约全面铺开 因为美国的兵力不足啊 你比如说南沙问题 你顾头不顾尾 你美国顾头不顾尾 你顾的这边就顾不了那边 你比如说金三半那个朝鲜问题 你还比如说 这个钓鱼岛 俄罗斯那时候也要插一手了 他跟日本有北方四岛的争端嘛 所以说 台海战争是一个导火索 是 但是 如果看着战局的发展 都不排除 越南 包括 东盟有些国家跟中国有仇的 越南跟中国仇相当大 那个 不是一般的仇啊 你别看他现在挺好啊 他是为了做生意啊 其实 心里面有恨啊 印度 中国周边战火就四起 但是中共能应付得了 他对 印度 独有好啊 他打死四十多个人 他的人气疼身 然后他就是还支援印度的 几千吨大米 看到没有 越南 根本就不忍越南 越南占了那个万安滩 越南占了南沙的岛是最多的 他占了29个岛啊 那我在南海境地待了10年我们知道 那时候菲律宾的事情我们都不管的 小该死 我们对着越南现在根本就不管 所以 中共在越南和 中印边界他会 忍其疼身 他把拳头放在 银海这一块 主要的目的不是打台湾 也不是打菲律宾 他要跟美国决于死砸 而且 中共现在 欺民错误地认为 他现在东升西降 他有能力跟美国打一仗 再一个 美国人讲句不好听的话 美国人 说不起 中共死了几百万人 他都说得起 那个 那个 李那个家伙说要死一点 一亿四千万 是吧 当然他就扯淡了 但是还有一个 朱生虎国防大学的那个家伙 让出西安以东 跟美国人合大仗 这个都是一个倾向的 都是倾向的 中共的这个军队的鹰派很厉害的 是希望 希望 很多的事实能够 能够证明 中共 或者习近平是错误的 当然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台海有这种 血雨 但是真的这个 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发展 是让人比较担忧 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 也确实又到了 那非常感谢姚诚先生来跟我们解读 跟我们分享 您了解的这些第一手的信息 谢谢您 不客气 好 谢谢姚诚先生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再见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就是在我们这次节目的结束之前 还是要跟 先跟您 再跟您推荐一款产品 我们最近 其实经常会 去品 一款茶 叫什么茶 是 台湾的御山乌龙茶 那这款茶最大特点 就是喝起来特别香醇回甘 一个是它的产地是在海拔 1450公尺的御山茶区 无农药污染 那这里就是常年云雾缭绕 水汽丰沛 另外一个 它是纯手斋的 就是嫩叶与嫩芽为主 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台海的话题 那台湾是个宝岛 有许许多多这种宝藏 这种宝物 我们希望能够 就是守护住台湾 不要被中共侵蚀 那如果感兴趣 这个买这款茶的朋友 那欢迎您去点击视频下方的 产品链接 输入我的折扣马方飞 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好的 谢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